再問 同學就是一直在想 有時候就是 同學的朋友啊 或是同學 要問那個 同學這個2012年 結後的事情 那 後學只是體會說 我想時間頭段 是因為很辛苦 他們比較不好 然後可能 那個 所以其實他會跟這個 這個東西做結合 那後面就想說 你都住他們 然後你都 這個 這個 比較散衡的方向走 這個對結會比較好一點 那後面就在想說 我們就是 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智慧 我去跟這些朋友啊 或同學去講一些事情 那後面就在想說 我們作為修道館 或什麼 應該要去等分 或是什麼東西 應該要去做 或是要去避免的事情 講 有兩件事情就要這樣 好 請坐 我們這個 度化眾生 就是不要 走路啊 那一些 這個 為言從聽 假如說有一些 異言 說什麼時候有災難 那我們盡量也都不要說 不要講 因為講了以後 各位請一請 我們是希望他呈現的 還是希望他不要呈現 不要呈現 你不是在說白菜嗎 你講講的 我們都沒有呈現 人家說你都講的都不會菜 你如果講的都呈現 人家說你的心怎麼這麼沾滅 都要人死了 所以我們都不要去穿打 不管它是呈現 不管不呈現 我們都不講 真理就是真理 那會形成災難 一定有它形成的原因 那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我們世界災難的形成 就是我們眾生所造的業 供業 太多 太集中了 所以就呈現了災難 那我們呢 就是在修造的過程之間 我們要了解說 修正的這一些 佛菩薩 他們都在扶持整個 我們世界的那個安全 他都在扶持 那我們 就是盡量的盡我們的那個心力 就是牽化所有眾生 也一樣花善心 只要眾生所花的都是善心 那我們這個世界的災難 它就會消滅 它會消失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災難的形成 是我們眾生的信念 信念太餓 餓得夠頭了 才會很大 一死就死掉很多人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這一些也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在完成 命也是一樣很脆弱 跟所有死亡的眾生 是一樣的 沒有不同 所以我們要在有生之年 盡量的能夠利益眾生 然後修正自己 這樣就比較正確的一個理念 不講那些什麼2012以後 災難會降雨 我們就不要去講 不管它實現不實現 對我們來講都不好 這樣了解嗎